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悲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力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下 现在真是政治正确,太可怕了 有时候我觉得 越是这样的话 是令到会被反誓 原来 有位作家 叫做伊利沙伯 吉尔伯特 Elizabeth Gilbert 其实她 就是全球热销书的一位作家 知名作家 全球热销书是几百万本书的 有本叫 It Break Love 可惜 她就说 这本书 要取消 出版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 受到 乌克兰方面的 压力 由于 这个新小说的背景 只是背景设定在俄罗斯 哦 设定在俄罗斯 但是它不跟俄乌战争有关 它里面 俄罗斯的背景 他们人物是不是 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其实这本书 就是 以 1930年代 在苏联迷背景讲述一个家庭 试图是反抗专制 政府的故事 这样也不行 那不是应该是 你们对你们的吗 反抗专制抗争 是啊 不行的 那当然 这个举动 亦都说明了 出版商名人体育界艺术机构 在想着 应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后果所面临的困难 其实这些困难 你不要说是你们很多报纸做出来的 根本 实在太可怕 什么免于恐惧之 这个也不关政治任何事 也不关政治任何事 他是在罵 罵苏联 而且 他是说 苏联 这样说 不太关现在的事 是的 你这样也要不让他 出版的话 真是太霸道了吧 现在其实因为 亦受到一些乌克兰的 一些政客 和乌克兰人的强烈批评 所以他就很害怕 只可以不出版 原来他这本书 暂时的译名 他之前那本百万销量书就是 Ipray Love 这本要出的书就叫做 The Snow Forest 即是叫做 雪林 计划是明年初出版的 不过 是大量 来自乌克兰 和支持乌克兰人的批评 所以已经取消出版的话 大麻烦 这本书如果 Plan出版了 你现在出版其实也挺大麻烦的 他在Instagram上说 有关他选择 现在向世界 是发行背景设定在俄罗斯的一本书 无论是主题 是什么 书籍 他说收到大量来自乌克兰的 这些人表达 憤怒 悲伤 失望 痛苦 的反应 和回应 就说 现在要 修正方向 并且 将这本书的出版时间 时间表是拔走了 即是不知道 无限期各自 他就说 我不想 为已经 经历过 并且 在继续 遭受严重 和 极端伤害的一群人 添加任何的伤害 这部小说 以1930年代 苏联为背景 讲述一个家庭 是试图反抗专制政府 的故事 虽然和现代的事件 是 相距甚远的 他们这些书评人都说是 和现在事件的 是执不住的 当然 但是 书评 书评网站 这个Goodreads 的读者 几乎一致评击这个主题的选择 在几百条留言当中 有一名读者留下了一声的负评 就说当乌克兰人 是 那么多人离世 而且是在这个俄罗斯人手下 令到他们 叫做离世 著名作者 现在写关于他们的书 将这些 混蛋 浪漫化 哪有啊 哪有啊 没有啊 怎样浪漫化啊 就算他写苏联 那 真是不关俄乌战争事 也没有浪漫化啊 你的指控不成立啊 啊 所以 我只觉得 我只觉得如果再这样 我真的觉得很噁心 我真的觉得很噁心 那当然 我还没看过那本书 只是看他的作者 说的那些 因为他的书未出 另一位读者就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着 这些可怕的行为 你竟然 是有 是写有关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事 将他浪漫化 是可恥自弃的 我对你很心疼 也不是写俄罗斯 是以前苏联的 去一晚报 浪漫化 一些苏联的故事 那真是不关俄罗斯事 不关澳战争事 对啊 其实 我确定来 我只觉得 真的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 你说现在这个世界 再是这样下去的话 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正常 那本书绝对是会推辞的 我相信 起码要等三几年 等于以前大台的 那些仓底剧 是不是这样说 是不是 仓底剧 也有些好东西的 仓底剧 是的 也有些好东西 有些好东西 其中 就是一个家庭 叫Likov 一家为原营 他们在西伯利亚 放野生活了四十多年 几乎没有跟人接触 其实 这位女士就说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在疫情期间 因为他有 试过 哎呀 但是他也说 他在社交媒体上 就说这本书 发行 没多久呢 他还有一些 初本出来 就被很多 乌克兰人批评 没理由的 你们懂得看字 他推特上就说 2024年2月上映时间 和二战 纪念日系重合 亦有人把这本书 说它是美化俄国人的书 就说它就是 跟 这个 希摩之前美化的 德军一样 好像不成立 我觉得真的 完全没有 太过勉强了吧 就算 一万步 他现在说明苏联 他美化俄联人 那乌克兰对曾经苏联一部份 是不是 当然反正不同 社交媒体当中就说 他看到了那些人的憤怒 伤心和失望 所以决定暂时 暂时 他也跟那些书迷说 就说 因为预订未出版 全額会退款 他说现在暂停出版这本 是雪林 之后他专注于其他的文学作品 但一本书你也知道 一本书你写出来 我不知道是 他用了多久 这个没得看了 这个是在书网站已经是sorry We can't find that page 即是连个 recommendation 那些东西都没有了 你用这个好的方面来看 就是买到初版的那些 真是很值钱 可能 炒得起 所以 我只觉得 大哥 再这样下去 这个世界都挺可怕 想说 独裁政权 其实现在你做事 这些极端有 当然 我就觉得 没同你们口中的那些人 当然那些人 是没有 进入别人的国家 但是 是不是真的这么民主呢 现在是屠人来的 现在是屠人 他真的不是死俄罗斯 他真的不是死俄罗斯 当然我觉得 不是那么好 等于之前那些说 不让别人什么比赛 真的不是那么好 我要为 法网和澳网鼓掌 是的 真是好 好赢 好赢 其实他 都是说 主人工就是 因为他说隔离 他主要也是说 在苏联的这位主人工 是跟 世界 隔绝了44年故事 1980年 一组 苏联地质学家就发现了他们 一位学者兼议员学家 就被派去 他们家 就是 为了离合现代生活 和他们古老雪林之间的鸿溝 老实说我又看不出他怎样为我战争高光总得 我真的看不出 哈哈哈 你说是不是有人愤怒 总是有人愤怒 但是 不合理 是 硬来 是硬来 不是开玩笑 真的硬来 最后会不会 因为现在出版解都很害怕 你想想 之前就是一个Z字 一个Z字 连苏联维 也要将自己 用了个8年的标志 改了 其实 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呢 真心说 他亦都说宣布出书后那个周末 太多乌克兰 的读者和一些政界人士 向他 有巨大的反应 和 回响 就说 听到了这些讯息 亦都读到了这些讯息 尊重他们 所以要进行修正 修正? 因为整个故事是 是关于那段事 你修正的意思是否 双苏联变成 其他国家 变乌克兰 行不行 其实 合不合心水 可能会合心水 可能会合心水 唉 我觉得很无奈 真心说 我觉得 很无奈 因为 这些事情 是改变了世界 本来 不应该这样发生 这些事情 是吧 另外 亦都看回 现在 乌克兰的反攻是继续了 这个 扎尼斯基终于是证实乌克兰已经展开大反攻 与此同时 昨日 俄罗斯 联邦安全局亦都宣布 已经修网 即是大家都是做事 已经修网 逮捕一群 曾经任职 军工厂的 工人 就说这些人 涉嫌 跟乌克兰 做事的 说他们是刺探情报 从事某些事情 就说 要帮铁路放菠萝 你知道现在 武战争已经是 400多天了 当然这些事情 又很难说是是真是假的 因为 因为 交战双方有时候都会 做一些动作 令到大家 或者令到外界 觉得对方都是 坏人的 是吧 这群工人 就涉嫌 帮乌克兰 从事 间谍工作 暗中最得 俄罗斯空军 的这个军备系统 和设备使用的 技术文件 还有是模组 并且交给乌方 俄方就说 这群人 这群嫌疑犯 亦涉及策划 咦 有说这个 别以哥罗德州 咦 俄罗斯官方就指控这些人 罪名 是叛国和策划 破坏行动罪 这些嫌疑犯已经拘留 现在陆续是招供了 我相信肯定会招供 但是没有说是具体什么人 就说搜索了一些坚军 包括是军方的设计文件 军用货物和大笔的现金 还有一些弄菠萝的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 事实上 我觉得双方都是有点叠战的 这个也正常 交战双方 这个俄罗斯最新一个 民意调查 就来自这个叫做 列瓦达中心 别人说民意调查会是假的 但是这个民调机构 它不是政府之作是独立的民调机构 而且之前 亦都击笑过普京大帝 亦都是 笑他说他的 民意很差 但是是一百年的事情 究竟是否 中立呢 我们姑且就相信他 因为他 不是俄罗斯的官方 公布了 民众对于俄罗斯战争的 感官调查 结果发现 即使现在全球 对俄罗斯 经常骂他们 但大多数的俄罗斯人 依然 坚持 一样东西 当然我引述这份报告 坚持对乌克兰用兵是对的 亦都显示了 他们国家境外 和外面的世界 即是他们 就算写水 影响不了 我们之前也说过 你们想着就是 制裁 制裁 令到俄罗斯人 推翻普京政权 如果这份 是真的 因为他 之前有试过普京 所以 你不可以说他是 官方的东西 暂时 要 好像他们 如意算盘 要推翻普京 大帝 是挺困难的 民意都挺难改的 自从我 连这个西方 都对这份 这份民意调查 是 没有什么 抱怀怀态度 我们看回调查显示 当前在俄国 总共43%的民众 十分肯定 对乌克兰用兵的举措 并且 在普京的支持者当中有85% 表示高度支持 再加上另外有87% 相信电视内容的人士 表达了肯定的 答复 亦都显示 在 我战争持续年纪之后 大多数的 俄国民众 坚持继续下去这场 特别军事行动 另外 当被问到 对乌克兰这场 战事的关注度 54%的俄罗斯民众 表示自己 至今是有关注 最新动向 这样的 再加上另有 48%的俄罗斯人 表明 他们现在赞成 继续跟 乌克兰 是 这件事 更大事 不怪普京不肯 如果这份评论 如果这份评论 如果这份评论是真的话 那真是大事 因为 他们觉得 继续要 战斗下去 而不是 和谈 亦都显示大多数的民众 都是 和普京说的一样 我都是不想谈 这次的俄罗斯民众对于 澳湖战争的感官调查 是由俄罗斯 独立的民调机构 列亚达中心 是做的 亦是针对俄罗斯18岁以上的成年民众 进行访谈 当然 大家信不信就由你了 其实 我都觉得基本上是属实的 我觉得基本上是属实的 第一 因为之前西方预计 经济制裁会令到 俄罗斯国内的人民非常不满 然后就会 推翻普京政权 但其实 因为你 对他的冲击 很小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 没有你预期之中那么厉害 所以 就 没有这个推翻 很好的理由 没错 没错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